彈簧刀無人機均受台版定案 我國一百一四年度國防預算書 對攻擊無人機飛彈系統的採購 也不再有愧 寄望延伸步兵單位的反登陸 打擊範圍 未來三年間 市值一百一十五點三億 分別採購六百八十五架人員殺傷型 和兩百九十一架反裝甲型 陸軍將是視為現代化部隊的標準配備 讓戰力跟得上趨勢 陸軍其實還是按照 以俄乌戰爭來看 種種無人機的偵察跟攻擊方式 他來做一個所謂的魔法 但是隨著無人機的能力不斷的提升 所以衍生出一些所謂戰術戰法的不同 那我想陸軍應該還是要針對自己 在現有的敵方的武器系統上 去做一個破解 那也因為海空軍在F-16V以及潛艦相關預算上 把大部分的預算都大概都挪用完了 那這個過程中在陸軍來講相對劣勢 所以他在採購他勢必要更用心規劃 立院即將開議 國防部的兵力整建計畫 隨著施政報告一同提交 打出了創新和不對稱作戰思維 調列未來五年冰枕要點 國防自主泱泱撒撒是三項 除了已經服役的陸射箭二 天空三型防空系統 艦翔無人機 雄身飛彈 也納入持續籌獲的雄風飛彈機動車組 和新一代潛艦與輕型巡方艦等 建造中的大型軍備 軍用商規無人機和自研自製的反制系統 計畫不轉彎 而為了結裝新式武器 擴增訓練場和後備部隊裝備提升 以及軍政醫學培訓設施 都被列為重點 對美軍購方面 預化近年交付了托式2B飛彈 海馬斯多管火箭 火山布雷系統 M1A2T戰車 F16Block 70戰機 MQ9系列無人機 戰區通信系統 以及陸海空三軍所需的各式精準武器 都是當前聯合戰力佈局重要拼圖 因為規劃的原則 是能實現不對稱建軍 更要達成分散式指管 無人化和運用人工智慧的新目標 這個描述 基本上其實跟今年漢光野習 士兵操演 所強調的一些方向大致是吻合 但是落實到實際的 這個軍事投資項目 我們發現其實還是有存在的一些落差 裡面跟分散化指管 比較有關係的坦白講 只有在軍售上出現的陸區通訊系統 人工智慧很坦白 坦白講 在這24項目 基本上是沒有看到 因為戰力有需求 所以令安採購 冰鎮其實就是軍用版的施政方針 我國現行的國防建設計畫 預算制度遠中近三階段 就是俗稱的十年建軍五年兵整 年度軍事投資 如果有緊急需求 再以戰備急需的名目 爭取款項調整採購順序 不過要讓部隊具備完整戰力 兵力結構也必須跟上兵整腳步 就是國軍志願役幹部 特別是基層的志願役人力 迅速流失的這個狀況 當你這個部隊 嚴重缺乏這個基層骨幹人力的時候 坦白來講 他就無法有效的操作 這個監禁的武器系統 也就無法達成 部隊在組織上 所賦予他要達成的一個任務 志願役主戰 UE守備 搭配後備動員和民防系統 共構的國防體系 會不會因為兵源不足 而出現失衡 問題浮上台面的現在 報告自理行間 還藏著魔鬼 因為五年兵力等下 計畫是一個未來式 可是你把現在式跟過去式 加到裡面 那就代表說 其實我們未來 我們要做未來五年計畫 我們的額度已經不太夠了 兵整藍圖是高瞻原主 還是預算審查前的過場流程 只能交由時間給答案 TVBS新聞黃國偉 鄭森惟耶一甫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